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儀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挖掘新聞內幕 第一位是律師馬在前馬律師 黃宜大哥 大家好 好 接下來也是律師 他是來自紐約 不過來台灣已經超過二十年了 他是方恩格律師 大家好 這是美國律師 另外邀請到的是眼科醫師 黃宥嘉 黃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作家欣賞 嗨 大家好 我是欣西亞 好 精神科醫師王鳳剛 黃醫師 黃醫大哥好 大家好 非常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叫 好萊塢的明星的婚姻 也只不過如此 有一個好萊塢的巨星叫 牆尼黛普 他老是演那種海盜對不對 他跟前妻 這個安伯赫德的官司 受到全球的矚目 那雙方就展開了激烈的攻防戰 雖然都為自己辯護 但法庭上常常出現 令人大笑的對話 大家都笑成這樣撞不住 那法官不得不維持秩序 拍桌警告 在笑的人我會請你們離開 你看這個多好看 那這個很多美國人 事實上應該是說世界上很多人 對他們夫妻的誹謗官司 都有像在追劇一樣 都在最新的進度 那我們今天好不容易 在全世界找來一位 他非常用心 他叫仙俠 仙俠你現在追劇 追到什麼時候了 我每天追劇 我就覺得這是非常療癒 跟具有娛樂效果的一個法庭官司 我想跟大家就是來先釐清一下 就是說這個 Johnny Depp跟Ember Hurt 他們在2009年 因為有一部電影叫做 The Wrong Diary 中文翻譯叫做 最後型男日記 而認識 認識以後就相戀 相戀的時候 在2015年他們就結了婚 沒想到結了婚以後 在2016年 我們這一位女主角 Ember 她就申請離婚 不但申請離婚之外 她還跟法院申請了保護令 這個保護令就是跟大家講說 那個我的老公Johnny Depp 他會對我施暴 他對我施暴的狀態下 都是他嗑藥 喝醉酒喝的爛醉 然後就會對我施語暴力 不停地扯我頭髮 或是掌國 甚至會把我這個 那有時候在打架 或吵架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一些碎玻璃 可能砸了一些東西 他會對著我 在這個地上拖刑 對我在碎玻璃上面拖刑 所以說他這樣對我施暴 他這樣真的很可怕 He is a monster 所以說拜託法令 就是法庭 我要對他申請一個保護令 這樣子 於是申請2016年申請離婚的時候 在2017年的時候 兩個人就正式離婚了 可是沒想到 他這個保護令 跟大家控訴說強力大夫 對我施暴 到2018年還沒有結束 兩個人都離婚了 離了婚以後 在2018年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 Amber對華盛頓郵報 講了有關於他們這個女權 或者是這個女性受虐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他主動投書 然後跟大家講 在兩年前 其實我真的是個家暴受害者 那我家暴受害者 其實女性是非常的微弱的 對於這個男生在這個天性上面 跟我們體型的不平等 包包包講了很多 這個時候2018年 在華盛頓郵報的這篇文章當中 他並沒有對強力大夫 只憑道信說 是強力大夫對我做這些事情 可是他講了一個非常關鍵點 是兩年前的這件事情 那當然像我這種追劇 很愛這個吃瓜追劇的群眾 我們當然就想說兩年前 你不是那時候在跟強力大夫 提出這個申請保護令 那坦白講不是他還有誰 對吧 所以這個時候全世界 包括強力大夫的那個時候 他在本來就是說 跟迪士尼要簽約 本來是要拍片 要拍這個神鬼疾行第六集 沒想到就是非常的嚴重 影響強力大夫的工作 他的工作等於說 那個神鬼疾行第六集 他也不拍了 迪士尼跟他講說抱歉 你現在是家暴男 我們沒有辦法去 去鼓勵這種行為 對 形象不好 不好意思 那我們就不僱用你了 所以說變成是 在二零一八年這個時候 強力大夫就開始丟工作 丟工作就是丟了錢 也沒有錢可以賺 沒想到Ember 他這件事情二零一八年 他反倒成了 MeToo行動的這個 非常有名的佼佼者之外 他還得到了國際知名 彩妝品牌的代言 等於說你看我是強力大夫 我真的是老天爺 你這樣對我施予這些控訴 這些控訴不是為真 我因為你丟工作 還沒錢賺 還失去了很多的錢財 接下來Ember 你反而有了錢 有了名利 所以這個時候 這一次的官司 才會牽扯到 從二零一六二零一七二零一八 的這個互相毀謗 所以那時候強力大夫 他丟工作 他受不了了 他就先跟這個Ember 控訴說 我跟你講 因為你害我這些事情 跟不實的指控 我是要跟你求償五千萬美金 Ember知道以後 當然你要跟我求償五千萬 我很簡單 你這樣子對我施暴 你是家暴 我精神損失 我跟你求償一億 所以這個官司 才正式展開 我想請教一下這個方律師 方恩格律師 可以叫你方律師嗎 可以 可以 你們美國人在這個 離婚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一個約定說 OK 我們什麼東西不能講 什麼東西可以講 這樣子 那不守秘密的人 以後要會被罰 會不會這樣子 這個算是一個很標準 很標準的一個條款 在離婚協議裡面 尤其是如果是很有錢 或明星的離婚的情況 那為什麼他們沒有 或為什麼如果是有的話 Ember Heard還願意公開 譴責Johnny Depp的行為 這個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我要呼籲大家 我周邊的朋友 他們結婚前 我都會跟他們說 你最好要簽一個婚前的協議 清清楚楚 寫下相關的資產等等 分類等等 我們知道台灣 也有一些明星 最近有碰到類似的情況 對不對 甚至一方就上網 常常破文對不對 所以婚前協議 或離婚協議 真的要寫得非常非常完整 為什麼這次是沒有 這個倒是不知道 因為就是因為兩個人 可能沒有協議 所以就會把雙方 最難堪的事情都挖出來 所以大家為什麼要追劇 這就好看耶 好看到在法庭上大笑 然後法官要制止 其中還有一個事情是 這個安博的律師 就是女方 出來指控說 強尼在婚姻的時候 對他性侵 有這回事嗎 他這個是在 應該是在法庭在開庭的 第一天的時候 安博的律師 他就是一個重炮攻擊 攻擊說 在2015年的時候 他那時候還在交往 沒想到就是 因為Johnny Depp 其實在Hollywood 他一直都 大家都知道他可能會嗑藥 然後會有喝酒醉 酗酒的這個問題存在 所以安博的律師 就跟大家講說 我們家安博真的好可憐 當Johnny Depp 他在嗑藥 連續嗑藥跟喝酒醉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對我性侵 對我性侵的時候 你看因為正好旁邊有酒瓶 有酒瓶的時候 開始發酒瘋 發酒瘋可能就想要一些 肢體上的親密 親密上的話 這個安博他如果不從的話 他不能把他強壓在壩檯上 強行的這個 得逞的去侵犯他之外 隨手有酒瓶 就用酒瓶去侵犯他的私密處 可能是這樣吧 所以對於酒瓶性侵 這個是在第一天 他們法庭之上 安博的律師 就施予這個大炮攻擊 可是當然我相信 Johnny Depp 他的律師也不是省油的燈 那你說我酒瓶性侵 這件事情 其實Johnny Depp 他們是完全是否認的 因為這件事情是在法院上 才提出來 之前是Ember 他都沒有講 他都沒有講 這在法律上面 他們才 法庭上面 才講出來的 接下來呢 那這個攻防戰就展開了 Johnny Depp的律師就說 那其實呢 我們否認這件事情之外 我們必須要說 Ember你才是施暴者 為什麼呢 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當Johnny Depp 他在拍審鬼奇航 第五集的時候 有一天他們在屋內發生 非常激烈的爭執 這個激烈的爭執 我有去看Johnny Depp 他在法庭上 他的敘述是怎麼樣 他說他們叫我霸台 霸台的話 Ember就很生氣 就是非常就在罵他 怎麼樣怎麼樣 先丟了一個酒瓶 他閃過了 沒事 好 接下來呢 他這個很知名的斷指事情 他說他就是跨在霸台上面 他的手指就在這個 假如說是霸台 他就這樣子 手指在這個地方 沒想到Ember他非常 那個怒氣未消 對他投資第二個 這個好像是VACA的酒瓶吧 酒瓶整個就是 急到他的這個中指 然後碎裂炸開 那因為你知道就是 他說真的是 也是很不巧 因為手指在這個地方 砸到了以後炸開 我跟你講 整個這個三分之一的指頭 就被削斷了 他說我看著我的手指 他說我當下我並不覺得痛 我只覺得有熱熱液體流出來 我看到了我的骨頭 我告訴我自己 This is not alive 所以他就是在跟大家講 我不是 我不僅不是施暴者 我其實是受害者 好 這個就是強尼泰普 他說他被這個安伯丟著酒瓶破碎以後 然後把他的中指 右手的中指消掉了一半 那他被送醫了 你看到這個上面還有血 還有這個血字 那這是他的後來的包紮 這個包紮看起來情況 應該是蠻嚴重的 那所以應該講說 安伯指控這個強尼泰普 有情緒問題 特別是在喝酒吃藥以後 他內心有個怪物會跑出來 然後丟了酒瓶碎片 然後把太太安伯 脫過那個地上鋪滿碎片 這個玻璃碎片的這個地板以後 對他性侵 而性侵是用這個酒瓶的那個口 這個插進他的下體 那強尼泰普是否認的 那強尼泰普又說 他這個用酒瓶割斷了我的手指 這兩個人真的很激烈 看起來應該是好看 好 那接下來又怎麼發展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 進廣告 這個離婚官司打完了 他們離婚了 不過現在打的是誹謗官司 就說我會加 他強尼泰普會加暴 然後這個強尼泰普就反擊 說他也會加暴 當時兩個人 這個情田義和的時候 是長這個樣 這個就是強尼泰普 神鬼奇行的男主角 已經到第五了 老實講他如果不要出這個事情 繼續演下去 賺錢賺不完 沒錯 因為那票房非常好 這個就是安博 戀愛了幾年 可不可以結婚只有一年多 兩個人就離婚了 安博其實長得滿漂亮的 這是強尼泰普 兩個人差幾歲 二十二歲 二十二歲 其實他已經快六十了吧 對 今年好五十幾吧 差不多五十九的樣子 那這個女生不容易 這個女生就是安博 安博在離婚後 竟然成為世界首富 馬斯克的女朋友 不過時間不是很長 時間不是很長 沒關係 錢也夠了 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這個在正式開庭前夕 前妻安博突然在社交平台上發文 除了宣布自己即將暫別網路 又說自己在華盛頓郵報裡面的文章 並沒有指名道姓 在講那個MeToo運動的時候 但是他被這個強尼控告他誹謗 令他覺得很無奈 然後在華盛頓郵報那個文章裡面 尾斷又指出自己已經對長達多年的官司 感到疲倦 希望自己跟強尼逮捕 都能夠真正地 move on 又坦言自己對前夫強尼逮捕 依然有愛 已經這樣還有愛 請教一下馬律師你覺得嗎 我覺得這個案件 我的看法是他們之前有一個離婚 那為什麼後面又衍生這個官司 我認為當時可能不是協議離婚的 他們可能沒有第二號 就是法院判決判下去 那很可能是如果真的有協議離婚 那後來產生的那些知己為末節 是因為MeToo的關係 或者是Ember想要以一個受虐的婦女自居 不小心影射到前面那一段 那這個影射是被人家追聞追出來 那你那段時間不是正在離婚官司在 如果針對於一個公開的離婚判決 那你說這算不算是洩漏 我只是引述我當時有那個訴訟 在的話 這個還不見得是洩漏 洩漏離婚的協議書的內容 那當然事過今天是兩方面 彼此消長 一個丟了工作 一個如日中天 那可是我看兩個人的證詞 你看Ember他使用 他指控江尼逮捕的話都是什麼 他在喝酒的時候 課藥的時候對我做些事情 其實這種抗辯 這種指控是非常沒有 對被指控是沒有反駁能力的 為什麼 我跟你說沒有 你當然不知道有 因為你都喝酒水 這一招很有用 如果是女生講說 他當然不會記得 他是喝醉酒了 課藥了才打我 醒來以後他什麼都不記得了 你說這個邏輯對不對 我說也對 但是身為一個男人 被他這樣指控以後 我幾乎是沒什麼好抗辯 我就沒跟你打 至少在我有記憶以來 我根本沒有動你嘛 所以你看Ember他的指控 你也沒有任何人傷害 而且兩個人講起來 他們家的武器就是酒瓶 到處都是酒瓶 對 可是對 對蔣尼大夫來說 我不能夠反駁 原因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今天Ember說 什麼被酒瓶侵害私密處 或者是拖在地上爬 那全身都是傷 以他們這種名人 不可能不去就醫 甚至不可能不去找一個 私人醫生來 幫我弄到 私人醫生來 這個時候叫私人醫生來做證 很正常嘛 對不對 我要證明當初 我雖然沒有去醫院就診 這些私人醫生幫我封過傷口 下體也幫我封過 哇 那就嚇死了 如果這個樣子的話 就有證據 可是你看強尼大夫 強尼大夫說什麼手指斷掉 都有傷單 也去就診 所以你看這兩個相較起來 可是如果他下體受傷 他不好意思去就醫呢 我這邊有女生 怎麼身體受傷一定要就醫 只是私人醫院還是個人隱私 這個一定會就醫的 不可能不就醫的 而且他常常民人出入 除非他內陣子 全部包得密不透光 不跟人家見面 他們有閨蜜嗎 通常這些明星都要找證據 他的律師怎麼會 找不出證據來 會丟這個炸彈出來 基本上面他有兩種做法 第一個是 縱然我沒有證據 我讓你找不出我的破綻 所以我覺得安博的律師 這樣子丟出來我覺得 對 這個地方我想要 保重一下 其實在法庭當中 當他們在講說 在家裡面 嚴重爭執 他對我施暴 其實他們在第一時間的時候 安博她的這個 可能是管家 真的有報警 報警的警員 他們一定會拿那個 這個錄影機去搜證 那這個警察 他也是有去當證人 他說 當我在踏進屋內的時候 其實屋內 我們的觀察是沒有任何 打鬥的痕跡 那我們在觀察這個女性 這個女主角 安博身上的時候 他也沒有任何可以肉眼 看得到的傷痕 所以說這個時候 他沒有告訴我說 那又是習性人說沒有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到底 強尼大夫有沒有對他施暴 大家在內心當中 有非常大的問號 OK 那接下來這一段 老實講 聽起來也是非常的 駭人聽聞 就是說強尼大夫 他提出說 安博竟然在強尼大夫的床上大號 他怎麼說 好 這件事情是在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他們的時候就已經都住在一起了 那一天是安博她家在開birthday party 生日派對 生日派對 我的想像是說一定是有很多親朋好友來 強尼大夫那天在不在我們不知道 可是據說派對結束的第二天 他們家一定會有女傭要來開始打掃家裡面 打掃家裡面的時候他們發現 踏進主臥室的時候是床背一掀開 在強尼大夫躺的那個床位當中 有一棵非常巨大的屎排泄物 而且聽說是兩個女傭 第一個女傭尖叫 第一個女傭是什麼 排泄物怎麼這麼大一撲這樣子 然後這個時候他們就覺得 女傭這個不好意思 女僕她也是有去法院當證人 她說第一個就是 因為她是放 她是搭在Johnny Depp的 她睡的床位上面 可想而知 她們認為應該是說她可能不知道 然後可能床掀開我就要躺了 可能她就會躺到這一個排泄物 所以她們覺得 可能是針對強尼大夫的 二來的話 當然她們那時候跑去問 就是問女主人說怎麼會這樣 因為不是說就很生氣嘛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真的很生氣 好這個時候 很多人就開始會推說 這麼大的一個排泄物 有沒有可能是你在派對的時候 你跟有人惡作聚 還是你本人惡作聚 要在床上拉這坨屎 對 那這個時候 Amber當然就控訴 就說怎麼可能 我們家 他們家也養了兩隻狗 是強尼大夫的狗 兩隻是約克夏 約克夏大家知道的話 他們行非常非常的小 大概就這麼大吧 不到一公斤 所以他們提出抗辯是說 這麼大的一坨屎 怎麼可能是不到一公斤的 小小狗拉下來 強尼大夫她甚至跟法官說 這個狗的排泄物我幾乎每天 我是親手在親的 大便的尺寸我非常知道 可是沒想到我那時候 親眼看到那個 絕對不是我們家 兩隻可愛的約克夏拉出來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有很可能是人類所為 所以這件事情讓大家也會覺得說 怎麼會 Amber你真的會出這種事嗎 你這種漂亮的女生 你怎麼可能會再跳在床上 拉死那個畫面 應該不是很好看 現場來賓家裡有養狗 請介紹 我家有養貓 我有養狗 對 狗不會爬到床上去大喊 對 絕對不會 第二個 狗跟人的 我分辨得出來 那我想請教一下王醫師 我們先就在床上 強尼大夫躺的地方 發現了這個人的糞便 你怎麼看這個事 這其實第一個 看起來後面 這樣要表達什麼 如果真的要講表達的意思 劉大便的意思 他的背後的背景可以是非常非常多的意思 我必須要這樣說 第一個 看起來後面的那個官司裡面 他們的律師是希望把這個東西導向說 這個是狗大便 這樣狗大便 那所以既然他想要去講說 這是狗大便不是人大便的話 那表示說他想要把那個是有人故意在床上大便 這件事情把他cover過去 那有人說有沒有可能是party的時候 大家很不爽這個強尼大夫 因為以安柏赫爾的那個角度來說的話 他一定會跟他的朋友講說 我的丈夫怎麼樣欺負我 所以有朋友去那邊故意大便 去那邊示威要幫他出氣 可是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其實只要找到那個幫他大便出氣的朋友 你就可以作證了 這是不是我大的 那是我朋友 那我朋友一時義憤 就在他的床上大便示威這樣子 那其實是一個很重的重罪嗎 他其實也不是對吧 那意思就是說 那個安柏赫爾的可能找不出這個 願意幫他頂槓的這個朋友說 是 我是為了他來去大便 那第二個可能性是 有沒有可能真的去搭在廁所裡面 把那個大便撈出來 其實這個東西也不太不太可能 因為用這種方式來示威 那其實你只要把他的那個家裡面 他所珍惜的東西 因為他都還住在一起 把他弄壞就可以了 那剩下第三種就是他自己去大便 那他自己去大便 這其實以我的角度來說 那其實是一個 為什麼後來蔣尼大夫會說 那是他們離婚的那個最後一根道哨 是因為我不在家 然後你找一群人來家裡面開party 那你這個party裡面有一大堆人 那你如果是你在那樣大便的話 你總是要脫褲子吧 那是什麼樣子的party 你還是在這個地方 在大眾面前脫下褲子在那邊大一坨屎 那表示說你不只是親門踏戶 在我家亂搞 那實際上你那群party裡面那些人 彼此的那種界線 仿佛也是不太那麼的清楚 所以以我的角度來說 難怪到最後那個強尼大夫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真的是讓他快要崩潰了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我老婆在家裡面 到底跟誰搞了那多少事情 但是我知道我老婆在那邊把褲子脫下來 然後大了一坨大便在我的床上這樣 這個應該可以驗DNA 電得出來 應該要叫李昌宇來幫忙對不對 叫李昌宇 李昌宇 OK 李昌宇 那我們先休息 進廣告 黃醫師請教你 你們當時的離婚官 是有這麼激烈嗎 是沒有發生什麼大便在床上的事情 對 這個在法庭上 我相信這個大家看了都非常的覺得 很激烈而且好笑 對 我覺得這邊很值得玩味的是 為什麼強尼大夫的人生 從人生第二春變成遇到大白沙 就是我自己的話其實是我跟可能各位觀眾一樣 是比較傾向於同情強尼大夫的 可是又會提醒自己不要太同情的理由 是因為我覺得強尼大夫很警示的這個意味 他其實在之前就已經有一個很好的 就是同居人 雖然沒有結婚 然後已經生了兩個小孩子 生活過得很平順 但是他就不珍惜 然後就是拍片現場 就遇到了這個安博 表面上說起來說他人家有訪問他 那時候為什麼喜歡安博 他說因為他跟他都有共同的興趣 是藍調跟文學 可是你會發現其實他們的生活中 不外乎是充滿大便跟酒瓶 怎麼會是藍調跟文學 所以我還是認為就是強尼大夫 他當時候就是被吸引出去 被這個外遇吸引出去的原因是 其實就是 就是中年男子的這種難科一夢 其實中年男子有一個很有名的 三個春夢就是 升官發財死老婆 是中年男子的三個春夢 可是為什麼你春夢會變成男科一 這要抗議 這要抗議 黃大哥 升官發財死老婆 因為我看馬律師聽不下去 這是對某一個族群的男生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即便喬妮大夫 我還是同情他 我還是認可他在演藝圈上面的地位 跟他的表演的成就 可是事實上他私底下就是一個渣男無物 所以他今天就是因為他太鬆懈了 其實人你說他從青少年的時候 入到這個演藝圈 然後因為他自己有在法庭上說過 他母親也都是會家暴他爸爸的男人 女人 所以他其實面對這種暴力什麼 可能是更脆弱 所以以至於他青少年的時候 可能就接觸一些科藥什麼 這個他都有承認過 只是他也說他後來沒有再科藥 所以我們這邊很多警示 比如說我覺得男人或女人都一樣 我們真的不要科藥不要喝酒 因為當你接觸這兩個之後 你所說的話的信任度 就要被打擊到一個程度了 到法庭上很不堪的時候 大家才又重新來信任你 那如果是以我自己就是說 我也曾經在節目上說過 我前夫對我家暴 然後他也告我妨礙名譽 然後所以我也確確實實的去法院 走一遭這樣的心得 當然我是被無罪判決是不起訴的 我的心得是 就是所謂的這些家暴的證據 在當下 如果你沒有很認真的蒐集 其實我前夫來告我的時候 那已經過了多少年 然後我還要去想說 那是我的證據在哪裡 然後我還要跑回去長根醫院說 對我有通報那個家暴 應該有那個通知單 我跑去長根醫院的時候 長根醫院跟我說 那個家暴通報 家暴通報這件事情 婦女朋友請注意 超過七年 醫院就檔案就沒有了 那那時候我人生很覺得很挫折 因為我覺得這是對我來說 一個很重要的證據 你竟然說醫院說只保留七年 那我怎麼辦 所以你打官司的時候 那個事情發生已經超過七年了 對 就是說我去通報家暴到他 因為我就是 其實我的本意是 我覺得受到家暴的婦女 是很值得要鼓勵要站出來 要解決的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家暴 像我們這樣也是會被家暴 我單純的立場是這樣 也沒有說要特別準備 什麼叫做像我們這樣也會被家暴 就是像我們這樣很明理的人 那所以我的意思說他就 像這個可能安伯或者是這個 強尼代武他們可能就是 在這個官司中 會受到很大的這種衝擊 我就覺得我很可以理解 是因為我要找到一個家暴的證據 時隔這麼多年 醫院還說沒幫我保留 如果是一般女生 是不是哭著跑走了 那是因為我還當過醫生 我就知道說這個一定 在急診有病例的 我們要去調急診的病例 就是有時候你在法庭上的那個反應 然後你到底有什麼證據 其實跟你 你的記憶力很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 我看他們的官司 我會覺得 有時候我們會把那個 當事人跟律師連結在一起 我覺得安伯為什麼會讓大家 不獲得信任 是因為他們是不是從頭到尾 都作賊心虛的感覺 這個律師在問人家 也不好好問 同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簽名要問三次 這句話是correct Is that correct 要問四次 就是人有做人心虛到 在官司上需要這樣嗎 只是說我也鼓勵 當然他們聽不到了 就說安伯或者是 這個強尼代普 官司冗長事 當然會讓人家沮喪 可是你一定會有收穫 就是這兩個人中間 必定會有一個人 收到法院判決書的時候 會覺得相當的 有一個 comfort 就是很受到肯定 所以如果當你一個 家暴的官司 講到沒有人相信你的時候 其實安伯當然要檢討 那個安伯有說 其實他們還有 雖然離婚後 那互相在指控對方 對對方施暴的時候 他說他對他 對強尼代步還有愛 希望那個日子我們繼續 那你 我是沒有愛啦 我還沒問完你就說 我覺得人就是要誠實地 面對自己的人生 你受到家暴好 就受到家暴 人家指引你受到家暴好 出來證明 然後不要有太多的 就是fancy的事情 然後轉移注意力 這個到底是人的大便還是什麼的 我覺得是我們做的就做了 當然現在也很多男生是 受到女生的家暴 那比如說 像他這個就很多破綻 比如說可能其實 強尼代步一百七十八公分 安伯一百七十公分 他們的體型是相對大的 所以當他的律師在法庭上 這個互相結問的時候 就說這個強尼代步 是不是身高就是比你高 就是你在法庭上 就是律師就是把你帶到那個部分 所以情緒的穩定真的是 在法庭上很重要 情緒 那你如果都秉持你 你就是有的就有了 沒有就沒有的話 大概不至於就是說 會出現這麼多笑話 是 那我請教一下芬恩格 就是說美國人 他們會比較站在 強尼代步這邊 還是淡站在這個安伯赫德這邊 好像這個案子是少數 比較多人是一般的美國人觀眾 是站在南方 通常類似的案件會 會站在女方對不對 尤其是 Me Too 指 但是經過這麼多證據出來 作證的時候 我們今天討論的相關內容 好像越來越多人是站在 詹尼代步 雖然大家都知道 詹尼代步 從他出島之後 他也是算是比較 wild的一個男生 這個大家都知道 他也有承認 不管是科藥 也暴力 對 但是好像 也信 好像大家都 比較多人真的是 站在詹尼代步的立場 而且 那為什麼美國人不太 站在安伯赫德的身上 好像很多人不相信他 對 為什麼不相信他 因為他 不只是沒有證據的理由 雖然我們今天有討論到 他沒有什麼具體的 他去醫療的相關資料 就是好像他態度了 講話方式了 我們看他這個人 我們看詹尼代步 我們知道詹尼代步的歷史 很明顯 他是什麼樣的男生 但是好像很多人真的覺得 安伯赫德也沒有講事實 或有稍微扭出一點事實 比如說他們吵詐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因為 只有詹尼代步喝酒 他沒有嗎 或者他喝酒的時候 會不會比較脾氣不好 因為每個人喝酒 喝到嘴的反應不一樣 有一些人很friendly 有一些人脾氣會變得很不好 對不對 對 那前天我看到一個新聞 安伯赫德他還把他的PR的公司 顧問公司PR的危機處理的那種公司 fired down 因為很明顯 他知道他已經英文 美式英文有一句話 court of public opinion 不是真正的法庭 不是真正的法庭 是外面的 在大家的眼光裡 就是叫做 court of public opinion 他已經輸了 所以這個PR公司 是受僱於安伯的 對 他昨天fired了 對 因為他 你剛問了 他也知道了 他在這個court of public opinion 已經輸了 真的 這個是在離婚之後 安伯 這個是世界首富 就是馬斯克 馬斯克就是做特斯拉 這個車子 他現在的財富 是領先那個 Amazon的那個 Begos 大概有 三千億美金以上 台幣超過一兆 他的財產 那他後來成為他的女朋友 我講實在話 這沒有很高的手段 那怎麼可能呢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請教來賓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這個Cincia認為 他覺得這個安伯心機很深 對 其實剛才我還記得 就是鄭大哥 有問一下我們律師 有關於是說 好像大家對於 Amber的這個證詞跟說法 都會覺得存疑 感覺他說謊話 那說謊話 我想跟大家來講 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就是當年我們的Amber 就是有拿到七百萬美金 從Johnny在那邊收到 七百萬美金的一個賠償金 這時候Amber就說 這七百萬美金 有一半三百五十萬 我會捐給洛杉磯兒童醫院 也會捐給美國公民自由聯盟 我要去support 對抗女性受虐 一毛錢都不要 三百五十萬 沒有一半 三百五十萬 他把七百萬 收到這個Johnny代表七百萬 他捐 我要捐一半 捐三百五十萬 給這些上訴的機構 是 結果沒想到 就後來這個隨著官司在進行 這些機構就開始跳出來說 三百五十萬 我們現在坦白講 我們只收到了一百三十五萬美金 而這一百三十萬美金當中 有五十萬是馬斯克 就是你的這個前男友他支付的 所以第一個你沒有兌現你的承諾 當然可能是他後來也給他台階下 可能是因為他的財務也受到危機了 因為打官司嘛 礦石廢日 所以說有財務危機 這是第一個 大家就覺得錢沒有受到 第二個地方就是很知名 就是說那個時候 Amber她的這個律師團隊 在打官司的時候 她有出示一個Milani的遮瑕膏 她是化妝品遮瑕膏 律師就說我們的Amber 在受到家暴這個傷痕累累的時候 因為她是女明星女演員 所以她必須要遮瑕 她就是靠這個Milani的遮瑕膏 去遮她身上的傷 否則的話你們才看不出來嘛 她都遮得好好的 因為畢竟女明星要靠臉吃飯 Milani在美國爆紅 對Milani很紅 因為那時候我在美國 她在一些平價的化妝店 都有在賣 結果打臉她的是Milani的化妝品公司 他們立刻拍了影片 跟大家講說 Milani的這個遮瑕膏 你受爆的時候 受虐是2016年 2014到2016年期間 我們這個這款遮瑕膏 不好意思喔 小姐 2017年才被生產製造出來 公開打臉你就在說謊話 你被打的時候根本沒有這個產品 對 你在說謊話嘛對不對 對 好 所以大家也在你知道 鄉民議論分說 Amber你的律師 是不是從哪裡聘請出來 怎麼連這個時間手 都搞不清楚 那為什麼我會覺得 她本身就是一個 有心機的女人 是因為在網路上 有一個影片 是Amber她自己提供的 這個影片是 你可以看到她的第一個 她在把攝影機架好 她要偷拍Johnny Depp 在家裡面的狀況 Johnny Depp的精神狀況 很可能她非常顯見 所以她已經是喝了酒 酒醉的狀況 她在家裡面 在摔那個櫥櫃的門 然後就開始罵髒話 然後用腳在踹那個櫃子 所以這個時候 因為Amber知道她在偷拍 她就故意問她說 Baby what happened 你怎麼了 Johnny Depp說 她就說 然後女生還說 我們不是沒事嗎 你幹嘛要這麼生氣 Nothing happened 然後Johnny Depp就說 對啦 是啦 是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可是就是她非常的生氣 就覺得她的精神 不是很穩定 這個時候 Johnny Depp又倒了一杯紅酒 Amber又說 才一早上你就要喝酒 你不是才剛喝完 一瓶紅酒嗎 意思就是說 她想要讓引誘大家知道說 你看看 你看看Johnny Depp 在大白天就喝酒 然後還這樣子發酒瘋 在那邊對著櫥櫃 全打腳踢 後來Johnny Depp發現 Amber在車路她 當然就非常的生氣 好 這個時候 如果今天我們是一般人 看到就覺得 可能就會覺得說 她可能精神 確實是不太穩定 可是你們要知道 後來鄉民發現 那個時候 側入這個錄影帶 在當天發生什麼事情 同一天是Johnny Depp 他面臨她 母親去世的時候 所以大家都在討論是說 你這樣子很容易誤導大眾 是因為哪個人 在面對自己母親的惡耗 他不會精神崩潰 他再崩潰 他也沒有對你動手 他是對著櫥櫃全打腳踢 而沒有對你動手 這不是坐實地說 其實他並不是一個 會對你肢體施暴的人 我覺得這女生不好惹 沒有 我的判斷是這樣 我們通常對家暴的定義 跟我們常暴這個字 好像對身體傷害 其實家暴的定義比較寬 對身體有傷 語言的 言語 還有物品 做東西也傷 態度也是 還有冷漠也是家暴 所以通常因為 後面那幾個沒有肢體的 尋覽的話 我們法律院上面認定 家暴就比較寬 只要女生認為有講 那一小段 不用直接證據 認定有家暴 證據比較寬鬆 身體有傷的話 那就要驗傷單了 所以這個的家暴 跟我們所謂的身體施暴 是不一樣的 而且採證的方式也會不一樣 所以法官在這個採證上面 會比較寬鬆一點點 可是當你如果具體再指出 什麼身體有受傷 拿了酒瓶亂擦的時候 那就不一樣了 那個東西你要再解釋說 我這個東西我都沒有殺 我用遮瑕膏擦過 這個我們就完全不會相信 更何況 如果單純是一個受害女生 沒有任何的道德瑕疵 跟動機 我們講說被夾暴 法官都會相信 一般說的女孩子都敢講的 那又排除她 有一點情緒失控或苛久 那如果今天你後來發現 你後來那段期間有 大便這件事情 大便其實對一個男人來說 就是羞辱 我的老婆在那邊大便 老婆對我第一等羞辱 如果跟一個女人在這邊 那邊搭的大便 第二等羞辱 如果一個男人在這邊拉 那個羞辱更可怕 對不對 那個大便就等於是 跟保險套是一模一樣的 對 對姜妮大夫一樣 真的嗎 羞辱那是三種羞辱 那男女有別嗎 真的真的 如果是我的話我也是羞辱 我也是會覺得這個 已經沒有辦法維持了 任何男人發現這種狀況 不論是你老婆拉的 或者是你老婆叫別人進來拉的 都是沒辦法接受的 那更何況 有這個大便的事件 再加上 那段時間 如果跟Elon Musk 這個又有一個藕斷失聯 我們當然會覺得 他的動機就比較強烈了 到底是要設計 哪一邊 哪一邊散陽背走 再去投到另外一個 富翁的懷抱 這個想法就不一樣了 所以他的證詞 他的這個reputation 他的這個細用度 完全就會就會毀掉 了解 請教後再請教方英格 就是說老 你們美國人啊 在別人家的床上大便 那個到底要傳達什麼訊息 這個我沒有相關經驗 你不需要承認 但是這個真的是 算是很強烈的一種行為 對 很強烈 任何國家任何文化 都會覺得 即使你跟對方很生氣 你吵架什麼 這個真的是很過惡劣的 一種行為 他為什麼 就離開了分手就好了 為什麼還要達到這個 做這種行為 所以 很強烈 對我知道 很強烈的 要表達什麼 真的是有仇恨 有仇恨啊 對 所以等同是安博對強烈在乎 有仇恨 如果是他做的的話 這個我身為律師 我要加一個如果是他的話 兄弟 這個如果不是安博做的 也是安博叫人家去做的 因為那是強烈大夫的床 誰會知道啊 還有房間耶 可是我覺得美國人就是說 你知道美國人有一個 在民間非常 遠遠流傳的一個惡作劇 什麼惡作劇呢 就是說他們如果說 對這個鄰居不喜歡 討厭你的話 他們會把糞便 放在一個牛皮紙袋裡面 然後丟在那個鄰居的門口 接下來就會去點火 然後大家就竄逃 這個時候鄰居一開門出來 發現 牛皮紙袋著火 他不知道裡面是包屎 他就用腳趕快去踩踏 把這個火給弄熄滅 那個時候有一次就是我跟我老公 在看一個這個劇 也是發生這種事情 後來那個裡面那個男主角 一開始討論說 這該不會是人類的屎吧 還是狗屎還是人屎 我老公他美國人就問我說 對我們美國人來講 狗屎跟人屎真的有區別 如果是人拉了大便的話 我這樣子踩踩 我就會覺得 你真的是就是在衝著我來 你用這種方式 可是狗屎他們就覺得 好像也還好 所以這個屎跟美國的這個惡作劇 確實是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淵源流長的關係 好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 這個強尼太普他有說 我覺得他滿誠實的 他說我輸了 他說不論這場審判結果怎麼樣 我都將帶著他度過餘生 他輸了 那麼這個是他在上法庭的時候 帶了三個東西 一個東西是一張兩塊錢 美金的鈔票 據說這是他的幸運戶 另外一個東西是 帶了一個筆記本 大家以為那個筆記本是他平常 記錄什麼東西要指控對方的 想不到 是他拿來在法庭上 無聊的時候塗鴉 這就是他在法庭上在塗鴉 那這個呢 他要開庭之前 就先把這個東西放桌上 這個可不是鎮靜劑 也不是安眠藥 這個是軟糖 因為可能有時候喜歡吃軟糖 會比較安靜 會比較鎮靜一點 那我想請教一下王醫師 他帶這三個東西能反映 他什麼人格嗎 光從那幾個東西要去說 特定的人格特質是比較難 但是基本上是這樣子 帶自己的幸運物 如果自己有意義的東西 有些小孩子他就離不開 他小時候的那個毛毯 有些人就一定要放一個 讓他安心的娃娃 這個東西其實很多人都會有 這樣子的行為 那他也意味著說 其實不管他們兩邊證據 舉辦的再怎麼樣 或者是講你逮捕在法庭上面 多麼的雲淡風輕 但是實際上對他來說 這個法庭的官司本身 就仍然是一個非常煎熬的事情 所以他才會說這種 不管怎麼樣我就是輸了 因為就我旁邊的人來看的話 當然當初安博厚德 他是想要去用這樣子的受虐者的角度 去爭取自己的那種聚光燈 那表現自己是一個受害者 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去得到大家的同情 但是實際上也許在這個過程中 兩邊都有他們各自的缺點跟錯誤 那強烈代表他本身的錯誤 已經被完全赤裸裸地弄上檯面了 他在英國打的官司他還敗訴 因為他去控告媒體 但是法庭就說媒體講的 這十五件的家暴的證據 至少有十二件都是非常確實 你有做的 但是一個人怎麼樣去做這個家暴事情 其實很難說 那筆記本他在裡面畫的東西 非常的色彩繽紛 一般來講這種所謂的色彩心理學 這樣的東西 是有這種說法 不過我們在做鑑定的時候 他本身不太有這種證據 比如說造證的人 在使用畫圖的時候 顏色會非常的繽紛 那圖像會非常的亮麗 那憂鬱的時候會色調會比較黑暗 會比較深沉 不過你如果去看那個強烈代表他畫的話 其實比較像是無聊 也就是說對他而言這場官司 即使他的壓力很大 可是整個榮長的過程中 兩邊的工房對他來說就是一個 生命中很浪費生命的一件事情 那小熊軟堂道其實這個東西 本身沒有辦法當成什麼了不起的證據 不過也不是沒有這種案例 比如說在歷史上 有一個很有名的那個殺人犯 叫做Dan White 他有一個很有名的Defense 我想的恩格應該非常清楚 叫做Twinky Defense 因為他吃一種甜甜圈 那事實上這個會有很多的誤解 就是說吃甜甜圈就可以判無罪 事實上不是 那個時候精神科醫師只是說 用他吃甜甜圈這一件事情來表達說 當事人其實處在相當的憂鬱焦慮的狀態 所以他對一大堆軟糖 其實表示他怎麼樣 他很焦慮 必須要不斷地去吃東西 再加上他的體重暴增 然後飲食沒有辦法控制 但是我相信他真的是受夠了很多的折磨 即使他真的有打安伯 看起來是真的 可是我是覺得這個人也算是受夠了 不過我對這個東西有不同的看法 而且現在我們知道為什麼 安伯 Heard 他把他PR公司fire掉 因為這個東西很可能是Johnny的 他的經濟公司或PR顧問 甚至他律師團跟他說 你上法庭的時候 你要帶這個東西 當然當然了 你以為他自己想嗎 可能 真的喔 你們都這麼細啊 很有可能他PR公司 有一個精神醫師 是在他們團隊裡面 而提出這個想法 那這個想法要告訴 要叫他這樣表現 要告訴外界什麼 就傳達出像剛剛黃醫師的看法 還有重點是以後他還要 希望他還可以回來當演員了 所以他要在這個我剛剛說的這個 court of public opinion 要讓大家知道 其實他我知道他們很野蠻很wild 但是他沒有那麼壞 那以後地面公司還是會請他回來 美國有另外一個說法 是 everybody loves a comeback story 那就是從最低的 最落地的地方 還可以再爬起來 過去Hollywood 有很多類似的案例 對不對 有很多很多千例 不管是喝酒或拍很爛的第一名 拍幾部很爛的第一名 就消失了 但是過五年十年 突然回來 美國 loves this 美國 loves a winner 但是美國人也希望comeback story 對 所以他在普入啊 對 這個都是設計好的 意思抱歉 這個都是設計好的 是 因為我看這個安博啊 不簡單的原因在於 因為強尼太普 想要把兩個人財務分開的時候 他就去他的床上便便了 那第二個事情是 他剛剛這個Cynthia不是說 他其實在家裡面搞偷拍嗎 希望能夠錄下一些 他在家裡面真正就是 情緒控制不好的這個證據 要喬 要激他 要套他的話 對不對 可是老實講我覺得 如果這個人酗酒 一般來講酗酒不會只是喝紅酒 因為紅酒的酒精度太低了 酗酒通常是 是威士忌跟那個福特加 那第三個是 這個他酒瓶這個事情 他沒有否認 他把他中指消 消了三分之一 確確實是有發生 他福特加連丟兩瓶 這個女生是很激烈喔 對不對 女生對老公連續丟兩瓶 福特加的空瓶 然後那個碎片把他消掉 他的中指的三分之一 再來是他先受訪 他先受訪說他被架暴 影射他被架暴 然後接下來他投書 華盛頓郵報 然後他說我是MeToo的支持者 然後裡面再影射說 這個自己有被架暴 你看他其實是有套好的喔 然後他後來在法庭上又說 我累了啦 但是我對他還有愛啊 我們往前走啊 我覺得他真的心機很重耶 最後是他竟然 他的男朋友是馬斯克 我就覺得這個人太高招了 我想請教一下黃醫師 你怎麼看安博 其實我覺得他是很典型 就是說其實他本身 跟強尼代普一樣也很激烈 所以他們會互相吸引 那個文學跟藍調是假的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如果說安博他自己知道 他內心是激烈 可是他知不知道外在的世界 需要的是社會規範 他才能夠賺到錢 所以他也會很聰明的就是說 好啊沒關係 我確實可能也有受到家暴 然後我再要一點塑造形象之後 就可以完全把強尼代普打趴 那我覺得這個事件 讓我想到是說 其實我們的社會也 不真的那麼寬容 不真的那麼寬容的意思是說 強尼代普可能真的有錯 然後有一些家暴的行為 但是他是不是就因此 真的也感受到 他被整個環境拋棄 敵視到沒有辦法站起來 以至於他也必須要丟出一些殺手鐧 來把安博有一些壓制 或者是甚至要丟一些事情 讓事情爆發出來 他才可以有活路 不然如果本來如果說 這兩個人這個型態 就是大家可以理解 是因為大家很難理解 為什麼好萊塢光鮮亮麗的明星 私底下是這麼混濁的 其實就是混濁 因為你很難想像一個美女 是可以假設真的有跑到 人家床上去大便 你很難想像長得這麼天使般 容顏的人 會有這樣子強烈的心機 要去威脅他準備要離婚的老公 所以他其實打破世人的想像 所以強尼代普也在這種絕境中 他也必須要打破世人 對安博的想像 所以強尼代普才會說 這場官司他還沒開始打 還不知道這個法院的裁判的結果 他就知道他是輸 可是我倒認為 就是這種在谷底當中 要求生的意志 我最終認為強尼代普還是會贏的 最終他會贏 最終他會贏 因為他不真的要認輸 所以一個人只要不真的認輸 其實還是有機會翻盤 強尼代普他現在的生活 陷入了低潮 他每天都在擔心自己輸掉 跟安博賀德的官司 我覺得打官司壓力很大 然後他說壓力大到他酗酒 而且狂抽菸 而且完全不忌口 幾乎是暴飲暴食 而且還受失眠所苦 然後體重直線飆升到 一百一十八公斤 你知道他演戲的時候 就這個樣子 瘦瘦的 多帥 現在一百一十八公斤 好 那也就是說 他真的輸掉他的人生了 不過黃醫師就說 最後他搞不好真的會贏 那等一下我們來請教律師 好不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進廣告 現在最新的進度是這樣 是強尼代普雇用了心理學家 那經過了十二小時的診斷 認為安博賀德患有 邊緣人性格障礙 然後心理學家 湘寧柯瑞博士 在二零二一年的十二月 分別為安博進行了 前後加起來總共十二小時的評估 那這個評估的範圍包括 安博的醫療紀錄 這個錄影 錄音 照片 然後跟多位證人的陳述 總和這些資訊 這個科瑞博士說 安博表現出了邊緣人性格障礙的 跡象 可是卻沒有創傷症候群 也就是所謂的PTSD 那麼相對於安博堅持自己 受到強擬的家暴 身心受傷 柯瑞博士說 如果某人沒有創傷症候群的跡象 也不代表他們沒有受到心理傷害 那我想請教一下王醫師 什麼叫做邊緣人性格障礙 是邊緣型的人格障礙 邊緣型的人格障礙 那我們在精神課裡面 人格障礙分三大群 A群 B群 C群這樣子 其中B群是以強烈的情緒張力 作為這群人格的那個特質 那B群人格裡面 其中一種就叫做邊緣型人格障礙 那B群人格包括反社會 戲劇 自戀 還有邊緣型 那當初為什麼會取名叫邊緣 是因為這類人格他的情緒張力強到說 快要瀕臨崩潰跟瘋狂的狀態 所以說當初才會號稱要取名叫做邊緣 那所以我們精神科醫師來說 這種邊緣型人格障礙在診斷的時候 其實有一種特性是我們比較在意的 就是說當事人會瘋狂地去逃避實際 或者是想像中的那種被拋棄 簡單講就是你們兩個如果要分手的話 最好是邊緣型的人格甩你會比較安全 你要去甩邊緣型人格的時候 邊緣型人格會抓狂 是喔 對 可是對我們一般人來說 其實這個特質 只有精神科醫師在診斷的時候會比較在意 但是對一般人來講的話呢 他們感受到的邊緣型人格的特質是一種 在全好跟全壞之間擺盪 那這種東西意思簡單講就是那種愛之欲及生物之欲及死 而且他那個變化非常的離譜 那所謂這種邊緣型人格有點像是說 所謂的全有全無就有點像是 比如說今天我看到那個鄭大哥在吃一盤餅乾 我靠過來了 鄭大哥說王醫師 這個餅乾你吃兩口 當我在把你放在全好的狀態的時候 我會很高興 我覺得天啊 我跟鄭大哥是麻糬 他餅乾都分火吃這樣子 沒有人會有這樣子的待遇了 可是很可能到下午 我忽然整個情緒轉變之後 我忽然會想說 吃春的東西要拿給我吃 他這麼有錢的人 我為什麼不拿一個比較好的蛋糕來給我 給一個吃室的餅乾來給我 他是不是看不起我 那他那個時候我才靠過去 他完全是沒有準備的狀況之下 他是不是根本提名就沒有我的存在 就是說完全相同的一件事情 可能上午這樣想 下午就變另外一個樣子 所以會不會讓人覺得說奇怪 你的變化怎麼會差那麼大量 這是邊緣型人格的一個很讓人家記憶的那種特質 這種邊緣型人格多嗎 大概在一般人裡面 占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左右 所以臺灣兩千三百萬 大概二十三萬人 對 那通常女性的那個比例 會比男性稍微高一點點 女性比較高 對 我們常常在講那種 B型人格的那種四大悲劇是這樣子 這叫不夠聰明的反社會 演技不夠好的戲劇 沒有才華的那種自戀 然後不夠漂亮的邊緣 確實 那個如果這四種人格為常 雖然都是人格為常 理論上他們應該是在生活中 有遭遇很多的痛苦 但是如果他們有這種四種特質的話 這些人格為常的人 他反而能夠活得不錯 如果你本身有一點才華 到你自戀起來的話 人家會覺得你搞不好真的很有才華 實際上你只是自戀而已 同樣的 我們會引起很多糾紛的那種 邊緣性人格 通常都很帥很美麗 因為你夠漂亮的話 你就可以用你的性格去操弄別人 了解 所以為什麼剛開始的時候 他跟蔡里代普會這麼好 跟他邊緣人格有點關係 請教方恩格 這個蔡里代普 雇用了心理學家去診斷這個安博 然後又沒有真正的跟他對談 這個在美國是OK的 這個是每一州的法律跟 案子的潛力都不一樣 所以這次大管事是在Virginia 但是要強調一件事情 我們要提醒觀眾朋友 這個是由培訓團來決定 對 不是法官決定 很多事情 所以英文我們會說 Questions of law 跟Questions of fact 那法律方面的問題 是由法官來解釋 解釋給培訓團 法律上什麼定義之類等等的 那最後Questions of fact 實際上有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有沒有達到誹謗的標準 那最後還是有培訓團 所以你剛問這個問題 雖然這個醫生沒有禁止診斷他了 他是從遠看他看安博 那法官會跟培訓團解釋 那我是讓你聽這個證詞了 但是可能會有一些當初了 到時候這個也是雙方 律師團都會會 argue 就是說叫做Jury Instructions 所以他們會先請培訓團離開了 然後他們會跟法官說 我們現在結束了 所以你要給這些Jury 最後的一些診斷 那你要提醒他們 這個醫生沒有禁止診斷 安博和之類 他們到時候會有 argue 這些小的東西 了解 但是最後還是有培訓團決定了 Cincia聽說他還這個當 這個國際品牌Dior 然後要請他拍廣告的時候 他還笑Johnny 是不是 對 其實我覺得 因為現在就是說 大家就是 Amber來說 他說他是受虐者 那Johnny Dad 他現在也要提出證據說 不 我不是加害者 我也是受害者 那也是受害者 其實證據當中 包括是說Johnny Dad 他真的是有照片 是說這些傷痕 我身上是有傷痕 然後是Amber造成的 接下來他也提出所謂的 你說家暴這東西 不是說是只有肢體暴力 口頭上的羞辱 這個也算是暴力 所以這個時候 他也是常常就是 就是有跟大家講說 第一個 其實我在跟Amber的生活上相處 他常常都說我是個老肥男 我是個老男人 然後我就是又肥又醜 外貌上面的取笑我善笑 接下來的話 他們也請了Johnny Dad的姐姐 來法庭上作證 他姐姐就說 其實就是我親眼目睹 當Johnny Dad 他拿到了Dior 這一個全球的廣告的時候 代言的時候 你當講應該是個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可是沒有想到我真的聽到 Amber對我弟弟Johnny Dad就說 他們竟然選你當作他們代言人 你看看你自己 又老又肥又醜 你有什麼樣的資格去當他們代言人 他說Dior是有格調的 你這麼沒格調 對 所以他就說 有證人這樣子提出這個證據 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是受害者 不是說是只有肢體受害 我連口頭上 我都是一個受害者 是 然後我也再請教一下方恩格 就是說Johnny跟這個導演朋友 在一起吃藥的時候 他們互相傳簡訊 就Johnny說 Johnny說 讓我們把安伯燒了 然後這個導演保羅就回答說 不確定是不是該把他燒了 因為安伯長的賞心悅目 可以先試試看 把他淹在水裡 他訪問強尼大夫說 你家裡不是有座游泳池嗎 就Johnny就繼續說 燒死他之前先把他淹死 確保他斷氣 那這個導演保羅就接著回說 我也是這麼想 這樣我們就可以宣布 他是個女巫 我想請問你 真正就是說 沒事的時候 不會被知道 有事的時候 就會變成一個殺妻的證據之一嗎 不可能 因為我們都知道Johnny Depp 可能那個時候是課藥或喝酒 我想不管是觀眾 或連檢察官 不會把這個當成了 但是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 會讓一些人還是一樣覺得 Johnny Depp這個人也沒有 沒有那麼好 他真的有一些不好的 你們美國人開玩笑都會這樣 拿老婆說把他燒死來開玩笑 這個確實有點過度了 但是我們都知道Johnny Depp 有這個課藥或喝酒的習慣 或者很情緒化 所以他就講起這個東西 然後好像這個導演也是 就一直讓Johnny Depp高興 然後就跟著Johnny Depp 就這樣回信給他了 馬律師你敢開這種玩笑嗎 跟朋友 其實如果是純粹是開玩笑 因為這個案子是 已經發生過一個家暴 那家暴然後去從 去挖出他以前的這個內容 去對號入座 其實我覺得這種對號入座 基本如果是對於 如果是 Amber被殺死 這個的證據就很明顯 就會有一個 可是這只是開玩笑 對 開玩笑 所以這個案子跟目前發生的狀況 並沒有一個關聯性 那如果你要拿這個話 來證明說他有假暴 我覺得他講是殺死 那你說那殺死都會講 鐵定有家暴 其實但是這個 並不是有很明確的觀點 因為 畢竟沒有發生這樣的狀況 而且Amber身上沒有傷 連傷都沒有的情形是這樣 你用把這一點 曾經想要把他殺死的 這些話來勾擊出來說 他可能有家暴 其實我覺得這個 不容易勾擊得上 我是說你私底下 跟朋友會不會開這種玩笑 我還沒有那麼的想要 那個...沒有想要 黃醫師講的 所以我們先休息去廣告 好 那剛剛這個黃醫師講到 邊緣型人格 那個黃醫師說 你朋友旁邊也有這種人是不是 對 因為我們本來對那種 邊緣型人格 你不會有意識到 不過從這個 剛好安博的案子當中 我們就學習到 因為安博有一個 就是非常很特別的 就是他跟強尼大夫好的時候 真的對他很好 比如說是說 老公你回來的時候 一定要先坐在椅子上 我幫你拖鞋 而且手上是地上 一杯紅酒給這個 所以就很好很好 可是後來為什麼會變調 是讓這個強尼大夫有警覺心 是說為什麼突然有一次 他是因為好心 看到安博自己在講電話 那總不能又講電話 又來給我拖鞋 又給我一杯紅酒吧 所以我就自己拖鞋了 光是這個動作就惹怒安博 就來大罵說 你怎麼可以自己就先拖鞋 然後也沒有等我 就是好的時候 他這個行為好的時候 他很堅定地要好 那可是當別人 不知道他這樣做的時候 這個人很快地翻臉 那我們也是有這個 女性朋友閨蜜 比如說閨蜜的朋友 剛好也大齡的女生 然後叫我們要幫他介紹 我們就很好心 我們就介紹一個男醫師給他 偏不巧這個男醫師 就是有一點渣 他又喜歡去劈腿 然後他就來找我們哭訴 這個時候都很好 你介紹男醫師給他 介紹一個對象給他 然後鼓勵他去交往感情的時候 他都對你非常的好 什麼都載你啦 送你禮物什麼的 可是當你發現說 他來哭訴說 這個男醫師對他感情上有困擾 好像劈腿好像在考慮別人 他好像快要失戀的時候 我們並不是如同他想要的 站在他的那個陣線 幫他一起去打擊這個小三 幫他把小三趕走 我們比較睿智的女人 是跟他講說 其實那個男生很多 這個渣男你就不要理他 你就跟他分手就好 不值得 不值得啊 你不是說條件不好 沒有耶 這個有邊緣性人格的 這個女性朋友 他就突然就是整個大崩潰 然後開始認為我們三個都是壞蛋 對 然後開始不接受我們的 任何的勸結啦 或者是把我們三個描述成 就是很壞 都不理解他的人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才第一次感受到說 其實就是有這樣 你對他好 你跟他關係好的時候 都沒問題 但是只要有一件事情 不如他想要的 沒有說出他心裡話 沒有按照他的規定 他是整個大跳腳的 所以王醫師邊緣性人格不適合結婚嗎 其實有人格為常的話 都會反映在親密關係上面 那本來他們在親密關係上面 就已經有缺陷的話 他們的婚姻一定會有很多的問題 但是這世界上就是這樣的 沒有那種 實際上沒有絕對的事情 如果說這種邊緣性人格的人 真的能夠遇到他的另外一半 是那種內在肩若磐石 所有的行為舉止都非常非常的穩固的話 他們倒也不是說不能形成一個良好的關係 再加上其實邊緣性人格 隨著年紀慢慢漸長的話 他有機會趨向穩定 我們原本來講 通常是四十歲之後 所以我也遇到過那種非常漂亮的 邊緣性人格的女生 那前半輩子都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但是隨著年紀慢慢漸長 情緒穩定下來之後認識一個人 然後就這樣子穩穩定定的在一起 這也不是沒有 但是通常不要說是結婚 有人格為常的人 他在所有的社交關係裡面都會產生問題 那什麼叫戲劇型 戲劇型人格他會希望所有在人際關係中間焦點 都是自己 所以比如說我們在講話 今天我跟你講說我肚子有點痛 另外一個人有戲劇性人格的人 也立刻就會說是我也會 然後就開始把所有的焦點 就焦點就是他跑到他身上去了 對 沒錯 有這種人 真的 實際上我們的研究是覺得說 戲劇人格人非常適合在演藝線裡面出現 因為他會看到一隻蟑螂把它形成通 像一隻恐龍一樣 所以其實很有梗 你剛剛那種我碰過 真的 然後講到肚子痛 他就講你那個算什麼 我昨天晚上怎樣 大家開始討論他了 那什麼叫做自戀型 這個我們常常見到吧 很多政壇上的人幾乎都是如此 他堅信自己的所作所為 都是最棒的 然後他對自己有無窮無盡的自信 那所有任何對他的打擊 都是不實在的 所以他只有全世界就是要以我為中心這樣子 那國外有研究就是說 醫學系的學生跟那個職業軍人 那種自戀型人格的比例 是比一般人都要高的 醫學院的 醫學系的學生 對 因為我們本身就會有那種自我期許 覺得我自己很厲害 那我自己很厲害到 我就要去做那種很厲害的人 才會做的職業 所以去當兵 或者去當那種醫生這樣子 所以相對上比例會比較高 但是他會發表那種 語不驚人 使不休的言論 為了把所有的焦點放在自己身上 當然會 這個可以理解 所以他很重視聲量